第25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颁奖典礼 颁奖在即 最终结果会在6月14日揭晓 尼大宏凭借都挺好中的苏大强一角入围了最佳男主角 在他为数不多担任男一号的影视作品中 能够脱颖而出入围重大电视剧奖项的最佳男主角 可以说是可喜可贺 其实尼大宏老师在本届的上海电视节 不仅仅是凭借都挺好入围了最佳男主角这么简单 有他参演的《正阳门下小女人》《天圣长歌》都挺好 三部作品都入围了最佳电视剧的名单 而且还有他参演的另外一部作品《远大前程》 也入围了最佳男配角 最佳摄影 最佳美术这三个奖项 非凡娱乐 时时报道